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年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讲过了 什么是数组 数组的声明 对不对 数组的声明包括一维数组 还有多维数组 对不对 以及数组类型 那都向大家介绍了 其实学数组学几个方面 一是什么是数组 在哪应用数组 这点很重要 另外就是P2P 数组的一些特点 记忆咱们都介绍过了 再有就是数组的声明 这很重要 因为用数组就得有数组声明了 对不对 然后是数组的便利 就好应用的好 还有就是数组的处理 从这条开始 咱就学习一下 P2P里边的详细的那些数组便利的一些方式 如果在别的语言里边便利很简单 怎么办 就是一个一个取 对吧 如果想多取的话 加个循环 你就可以 用在循环中一个一个取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便利了 对吧 其实P2P也是这样的 但是它有多种方式 那就比如说 咱说了 使用数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批量操作 对不对 那怎么能体现出批量操作呢 假如说一个数据表有1000条记录 对吧 那我们系统里边就有一个函数 直接把它变成数组 对不对 我想展示给用户 对吧 一个便利 那有可能就全展示给用户 对吧 所以数组 咱们用它的最主要目的是批量操作 而批量操作 操作最核心的就是得会便利数组 对吧 所以在P2P里边 数组的便利比别的语言要多一些 为什么要多一些 就因为它的数组的结构 比别的语言要灵活一些 所以它便利的方法就多一些 对吧 那这里边为大家提供了几种便利数组的方式 那最主要的是前面的三种 比如说使用方向便利 还有专门为P2P写便利的便利数组的一个 循环 做FoH 专门便利数组的 它也可以使用系统的函数 结合外的循环去便利数 嗯 然后也可以使用数组的内部指针 你加上一些自己想要的循环去输出数组 这也都是可以的 那大概有这四种方式 其中三前三种是比较重要的 对吧 那我们这节课呢就主要看一下什么 FoH 循环便利数组 如果你在学其他语言非弱类型语言 那便利数组呢就不是一个难事了 因为它不是重点的内容 并不是说便利数组不是重点的内容啊 因为它不是用说这么重点去学 因为在别的语言里便利数组就一种方式 就是FoH 听着吧 不像咱们P2P这么丰富 对吧 那为什么别的语言数组就用一个FoH 就可以呢 因为在别的语言里边 数组就一种格式 相同类型元素的及格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什么同一个类型的 而且是索引数组 而且索引数组下边是连续的 对吧 所以用FoH完全可以搞定这个数组 就什么 除非在别的语言里边 比如说在西语言里边会有那些电表之类的 或者堆价对吧 或者数或者是二叉数之类的 这样的结构 它也是存储的容器 对不对 你的数组做不到的 就用这些东西做到 那些东西会有迭代 对了吗 那PRP的数组呢 咱说了既有数组的特性 又有数据结构那些存储的 比如说数啊 图啊 表啊 列表 列表之类的 对不对 或者像家伙里边集合之类的 都集合到一起了 所以它也把那些便利的东西 集合在一起了 对吧 那这些呢 说多了没用 那你就给我看 方向管怎么变点数组 对吧 咱平时你怎么取数组 你平时该怎么取 就怎么取 方循环只是在外层嵌套一个循环 就是什么 就可以通过下标一个一个取回来 好吧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 生命一个数度 没有什么特别的 比如说 使用 方便利 数度 这个效率是最高的 效率很高 为什么这个效率挺高 因为怎么呢 就是数组的访问 什么方式 只不过通过什么 循环却取直 对不对 别的外加东西都不在 对吧 所以它的效率就是循环的效率 所以说它的效率是很高的 咱说功能越全效率是不是就越低 对吧 这是功效 那比如说我们先设计一个数度 $AR等于 AR 比如说里边我随便存几个 AA BB CC BB E E FF 我就随便写几个 够用了吧 对不对 你循环10个和循环100个都是一样的套路 对不对 现在用风循环便利非常的简单 要想用风循环便利的话 你肯定得有一个停止循环的条件 对不对 咱前面有设计过 有一个东西干嘛 使用CUNT里边传一个数组或者数组变量 这个就可以什么 获取数组的什么 对 长度 对吧 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 假如说我想数组里边有多少个 我就循环多少次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办呢 波循环$5 怎么呢 等于0 对吧 $5小于CUNT $AR 是不是数度有几个 它就循环多少次 $加价 正常我们取数组是什么 IQ$AR里边的 0开始对不对 然后1 然后2 然后3 是这样的吧 现在我只要这个0.0.23 就是谁 是不是$5 我只要把变量放进去 循环一次变量是不是离加一次 所以是不是就直接取数的方式 把值取出来 听懂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 Blockhouse test.peer t 你看 值 从这到这 是不是全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便利速度 讲的是前面咱们学过 跟数据的一个结合而已 不是什么新值点 对吧 这里边有优化的余地 什么优化的余地 比如说我现在写的这个结果 对不对 我这会儿直接NUMS数量等于CUUNT$AR 是不是把数字长的取得不给变量了 然后我再把它怎么的放在这儿 是不是跟刚才的作用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执行一样 是不是一样的 但是我这种写法 就是对刚才那种写法的一个优化 那我说 这个优化在哪 是不是 那咱就知道执行顺序 如果我是刚才的这种写法 看到了吗 风虚文特点 是不是这话执行一次 然后判判条件 然后执行这个 再累加 再判判条件 再执行这个 再累加 那每次判断条件的时候 是不是就掉一次这个函数 是不是就得消耗系统资源 对吧 而我 把它怎么写了 NUMS 是不是放到一个变量 那这变量是不是就是一个值 那用每次执行这个函数吗 所以将这函数只掉了一次 而不是反复掉了 这样的话就能提高一些效率 对吧 这只是一些细节上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保存一下 有这个 风 便利 第二 皮 皮 皮 那这是风 循环便利的 咱们说的第一个版本 对不对 对 二维数组只是一个千套而已 就完了 对不对 跟这两个访问一样 这不是咱们要说的梦点 但是有一个问题 对吧 如果我的下标不连续呢 我这五块突然来一个第百 也太大 我就来个9 你看一下能变得出来吗 看是不是就是ABCD这四个变得出来了 其他没变得出来啊 对吧 也就是这里边说了其他变得仿佛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数量长度什么是数组的实际元素的个数 是数组实际元素的数 真的吗 所以呢 我们这块数组里边有几个 它就是几 对吧 比如说数组里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对不对 那这个长度就是什么 就是八个 它循环就会循环八次 对吧 循环八次是没问题的 里边有八个循环八次 对不对 但是呢 这种找数组变得数组呢 是通过下标来找的 下标这个I它不会说 你这是九了 它就I就变成九八 变成九是超过循环了 对不对 所以I还是零到八 而我们下标已经到第五个就从九开始了 所以后边的数就找不到 对吧 而我们如果把那个循环次数 比如说 现在NUMS 你看 我让它等于 这是九 十 十一 十二 对不对 如果我们这块是十二 十一就可以 九十十一 下标最多 九十十一 十二 对不对 嗯 那是长得得十三 因为下标从零开始了吗 那现在是不是就都全变成出来了 但是呢 其中有一部分循环次数就比实际的数比较多了 你看 下边是不是全变出来了 但是中间这些访问的时候数就没有啊 是不是一个空缺啊 对不对 循环次数 那你这块指的多少就是多少 对吧 那这样便利数数是不是就有点不太好了 嗯 记住别的语言里边数数下标是连续的 听着吗 所以适合咱们这批下标不连续 所以呢 这种风数 它优点 上面是优点 优点 什么效率高 对不对 对 但是它有一些不足地方 不足在哪呢 不足有哪些啊 第一稿是什么 对吧 数数组下标 怎么的 不一定是连续的 这点很要命对不对 不是连续的就不能连续 而是当批批数组经常下标会有一些不连续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副循环还有一个不足的地方 其实跟这原因差不多什么呢 咱们批批数组的类型分两种 一种是所以数组 另外一种是关联数组 对吧 那关联数组下标根本不是连续的整数 对吧 所以便利不了 不足的时候 第二个 什么 关联数组 什么风 不能 什么 便利 就是 就是这样吧 嗯 因为你不能说每一个把下标一个一个曲头来 对不对啊 所以这是国务循环的不足地方 那也就是用风循环变成数组可以 但是呢要保证数组 我们的 是吧 要保证 数组 一定要是什么下标连续的所以数组才可以 知道吧 所以风循环几乎在我们后边写程序的时候 不是说便利数组用不到有用到的时候 但是不是主力军 听到吧 不是最主要应用的便利数组的方式 有的时候咱既要便利数组 又要知道里面随区编号的时候 咱们会用到这个 其他情况咱们很少用到这个 听到吧 但是你得知道 O循环是能便利数组的方 也知道它的优点 也要知道它的缺点 好吧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跟大家介绍的 第一种便利数组的方式 使用风循环 模拟其他语言的传统便利数组的方式 但是不是peerp 我们主要便利数组的方式 对吧 这有可能跟你接触的其他语言有一些差别 好吧 因为它不是什么信誉法 就是什么 就是风循环跟数组的一个集合 该怎么取数字 还怎么取数字 那便利不了数组不是风语言的错 风语言跟其他语言风语言是一样的 最主要的是什么 咱们的数组的 对咱数组的格式跟其他语言的数组 格式不太一样 对吧 当然我们这话也有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注意写的时候 这个应该怎么办 拿出来 对 拿出来 优化的不要放在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题也能做 就要到这里 好再见 有一个人 哪有哪有 还会い得过 在昨天前 也有私人不太行 哪有很新的 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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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哪 什么 哪有哪 哪有呀哪有哪 谢谢大家